一只非常干净漂亮的萨摩椰犬即将进入狗漏车 它的经历令人伤心不已 这只萨摩椰犬它原来的主人是一位网猴 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小姐姐 这只萨摩椰犬也给它带来了非常多的粉丝 但是萨摩椰犬最近的一个情况 让这位网猴受不了这只狗 原来每年这个季节都是狗狗吊毛的季节 像萨摩椰犬这种长毛狗吊毛那更是厉害 据原来的狗主人讲 每天早晨一醒来满屋子都是狗毛纷飞 它冷受了一个多月之后彻底冷受不了了 感觉吊毛是没完没了的 特别是昨天早上起床之后 不光是满屋子的狗毛纷飞 而且这只狗直接在家中小便了 那个气味让这位漂亮的小姐姐再也冷受不了 今天直接将它带到了狗漏车 最终400块钱的低价就将它出售了 这位网红小姐姐还说400块钱 说实话就够它洗个澡的费用 它每次到宠物店去洗个澡都要花费几百元 但是没有办法了 这只狗它再也不能养下去了 实在是受不了满屋子狗毛纷飞 其实养狗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 但是同时也会给我们制造一点小麻烦 养狗是需要有耐心 所以大家养狗之前 一定要考虑自己有没有条件喂养它 不要头脑一发热就去养一只狗 而后发现养狗太麻烦了 又随意将它们抛弃 当时的狗漏车上名犬有非常多 比如法国斗牛犬 恶霸犬 拉巴拉多犬 金毛犬之类 统统挤到了一起 曾经这都是身价不菲的狗 但是后果非常可悲 统统进入了狗漏车 最终将成为人们的下酒之菜 统签